消防人員全副武裝 出動橡皮艇來到愛河進行搜救 因為有對男女雙雙落水 下落不明 岸邊民眾熱心指引消防人員 兩人落水位置 經過一番努力 消防員在橋底下先後發現兩人身影 但兩人溺水時間太長 早已失去生命跡象 經過送醫搶救 宣告不治 材料土就對了 然後他就沉下去了 自己下去著嗎 對 那個女生有多久 16號凌晨 高雄一名25歲裝姓女子 久後想跟42歲的 陳姓前男友複合遭到拒絕 女子一氣之下竟跳盡愛河 前男友為了救人 也跟著下水 卻不幸雙雙溺斃 中間是比較深 它是有點類似那種 那種鼻子鼠 所以那女生就抽在那個 卡在那個溝裡面那邊 對 對 這邊大概三米多 這對原本是前男女朋友 女生於凌晨兩點半的時候 來找這位男生 談論要複合的事情 因為男生一直不願意跟女生複合 女生在喝酒之際 就已死危險男生 所以就跳往前面的愛河 K字線 根據了解 私自陳姓男子 曾經擔任酒店經濟 和前女友曾是同事 兩人交往兩年多 半年前分手 如今卻為了感情問題 雙雙賠上性命 讓家屬哀痛欲絕 記者陳姓一菜雙及高雄報導